世界随意门 叶半诗 好朋友小丽一直没有上学 啊 老师有说她去哪儿吗 是不是有事请假了 老师说小丽并没有上学校请假 不太清楚她目前的状况 我这几天一直打电话给她 但接不通 给她发讯息也没有回应 她会不会已经转学了 可是转学也不用不接电话呀 我真的很担心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我未未永远都见不到她 我知道你非常难过又着急 可是千万别失去希望 你知道吗 古代有一个诗人 他也有类似的经历 面对更差的情况 哦 是哪一个诗人呢 他也是和朋友失去联络吗 他就是师圣杜甫 让妈妈告诉你关于杜甫的事情吧 杜甫年轻的时候 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一岁的李白 两人一见如故 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天 杜甫和李白站在凉亭里 欣赏着长安的美景 你看 现在我们的国家多么繁华 眼前有着青山绿水 人民生活恰意 李兄 这对我们诗人来说真是个好环境 虽然我们深处盛世 国家繁荣 但朝政制坏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为国家出力 造福百姓 对 我们的想法果然一致 没多久后 皇帝变得懒惰 好的大臣慢慢离去 奸臣当道 好 表演得好 艾飞 只要你喜欢 我们每天都可以想出这些歌舞 还有无穷无尽的美食 皇上 我想吃荔枝 好好好 艾飞想吃荔枝 我就叫人给荔枝送了 来人 把天下最好的荔枝 运到长安这里来 我的爱人一定要吃到最好的荔枝 好 遵命 皇上 现在民生困苦 请不要只顾着享乐呀 哼 你这个小小的丞相在胡说些什么呀 白姓 白姓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之下 不知道生活的多么好啊 没错 皇上 不用你这个人乱说 连宰相每人都这样说 那就代表一切正常了 艾飞 艾飞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哈哈 哈哈 由于唐玄宗只顾享乐 宠幸兼臣 造成了唐朝政治腐败 不久之后 安禄山起兵造反 带领军队攻破了京城长安 哈哈 哈哈 哎 战争真可怕 我要赶快离开这里 回到我亲爱的家人身边 在烽火中 杜甫逃出了长安 回到家里与妻儿团聚 我的妻子 听说太子李亨在陵武即位为宿宗 我很希望能为国家出一点力 在家不是很好吗 你不在 我们怎么办 儿子又得了重病 你忍心这样离去吗 爸爸 爸爸 你可以不走吗 我会先安置你们 我知道你不想我离开家 请相信我 我会没事的 杜甫将妻儿迁移到别处安顿好 就动身前往陵武 可是在途中被叛军捉住 带到长安积压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要去哪里 是不是朝廷官员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只是个普通百姓 我跟家人失散了 我现在得去找他们 先把这个人捉起来 带到长安去 别让他逃走 杜甫坚持不承认 自己是朝廷官员 所以就被释放了 他急着想离开长安 可是叛军将长安一带 严严地把守着 杜甫根本没机会逃出来 到底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哎 我的家人呐 不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 很快 杜甫被困在长安 已经半年 春天已经到来了 杜甫看着眼前的长安城 非常感慨 一个小孩看到了杜甫 走了上去 叔叔 你怎么这么忧伤呢 小朋友 你有所不知了 你所看到的长安 已经不是原来的长安了 长安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这里曾经是如此的繁华 但你看看现在 国家已经残破衰败 杂草重生 只有山河面貌依旧 看到这些花 听到这些鸟鸣 更是伤感 我很想我的家人 很担心他们 那你的家人在哪里啊 怎么不去找他们呢 唉 我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已经接连三个月 战火不息道路阻隔 我尝试寄信给他们 可是音讯全无 这时如果能传来一封家信 简直和万两黄金同等价值啊 豆腐忍不住抓抓 已经变白的头发 却发现白发静越来越短 望眼欲穿 杜福始终没有收到夹性 我破山河在 沉春草木深 赶时花千里 恨别尿静越来越厉害 恨别鸟精心 霍火连三月 家书哆万斤 白头梳更短 魂欲不胜沾 葛亮红校友会黄浦学校 春望 谭哲颖饰演庞白 陈高湘饰演杜甫和奸臣 霍建华饰演李白 唐玄宗和叛君 钟子荣饰演妈妈 杨贵妃和杜甫妻子 朱美琪饰演小婷杜甫儿子和小孩 全聚丸 老师我发觉这组同学都很努力去做广播剧 而且角色的感情也很丰富 每个角色都很清晰 做得很好 对对对 在老师做点评之前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刚才我听到同学有两个读音 长安的安字 有些同学读了安 有些同学就读了安 那究竟是哪个读音才读安 你看 原来你也听得那么清晰了 对 跟你学习嘛 太好了 太好了 对 这个安字呢 它的那个写法呀 是一个A加一个N的那个音 那么这个安字的发音呢 就只有一个安 没有硬 没有这个音 因为如果硬的话呢 变成它前面就有一个鼻音了 硬的那个音 在里头了 所以呢 这个音就叫做读错的 错音的 所以就应该是长安 对了长安 长安 这个音啊这个安字呢这个前鼻韵母呢 就相对来讲是比较难读的 是 就是不知道怎么大部分的人呢对这个字的掌握呀 他就说哎呀那个到底要怎么做才能 很容易读到安的时候 那个音啊跑到后鼻音去 那么这个同学在这儿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把那个鼻音放在前面 所以就变成了嗯 嗯 诶 诶 诶 老师会不会因为这样呢 因为用广东话读的时候呢 那个安字呢就需要有个鼻音的 是安才是对嘛 那就不是安嘛 所以呢 转回做普通话的时候呢 可能就觉得 诶 是不是都是安 是正硬呢 就不是正硬呢 可能有少少混淆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呢 是没有注意了 嗯 我觉得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当然我们在这儿提醒了以后 接下来呢 小朋友就知道自己的 在读这个字的发音方面有问题了 嗯 小心点就可以了 好 那稍后回来再讲一下其他的一些意见一下 老师 那我们又讲一下啦 刚才那组同学 那么除了那个安字之外 有些什么记得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呢 这个星期的星字呢 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字啊 它的韵母部分呢 因为是后鼻音的 所以如果不注意的话呢 那音啊很容易跑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星期 你看就不对了 要星期 嗯 有一个音 嗯 对 鼻音哈 这个部分要小心 那么另外呢 一个呢 就是错音的 就是人民的生活 切意 那切不是恰意 是读切意 切意 对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想法 想字 想字第三声 法字第三声 所以呢 前面的那个字呢 要变调 第二声叫想法 想法 对 对了 就不是想法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错音 这个词语哈 常见的错音 那么另外呢 就是那个爱人 我的爱人 一定要吃到最好的荔枝 那个爱人呢 要读轻声 不要读爱人 爱人太重了 要读 我的爱人 一定要吃到最好的荔枝 爱人 对了 要这样读哈 一个困苦的困字呢 你看我就听到了 空 那个音啊 跑到空 那这个韵母的部分呢 就错了 韵母分错 但这个呢 它错的来呢 它就不太明显 好 一点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话的说啦 要翘声音了 我听了 凭声音了 大概就是 怎么办呢 你看 你不在 我们怎么办呢 那个半字啊 懒音 懒得怎么办呢 一把的话就懒音了 半字呢 是前鼻韵母 就韵母的部分 韵母的部分呢 是前鼻音 那么我就听到了 读到阿 单韵母 所以就把那个鼻音 给丢掉了 就这个问题了 那么 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他说 现在啊 我 我现在 得去找他们 你看这个 逮字呢 就读得很好了 因为 这个逮字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 我们经常呢 就是在看节目 看电视节目 电影呢 都会听到 我得要怎么了 就我要怎么 我要做什么了 的意思 这个得字的 中文的写法 就是得 就是得 得到的得 它是一个多音字 有时候会得 有时候得 有时候会读得 看你用在 不同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词语呢 这个字 它的读音是读对的 另外有一个部分呢 我就觉得 诶 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旁白在最后 他讲的 杜甫忍不住 抓抓抓 已经变白的头发 诶 我是怎么 断了这个地方 抓抓已经变白的头发 那就行了 对吗 他就抓抓 停下来 停了 停了一点的时间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呢 它断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是不应该断的 讲的时候 不应该断的 一连串地读就更加好了 对了 对了 在演绎方面 我觉得同学的角色掌握得不错 感情也是充沛的 对对对 尤其是旁白和杜甫 都演绎得不错 贵妃要炸嬌吃荔枝 那一拍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 那继续努力吧